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的话我觉得大家有一个依托 然后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力量 找到一些温暖 然后每个人都不一样 然后每个人寻找自己的方向 坚持住就行了 这次跟两个学员面对面 就单独接触的时候 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要帮助他们去发现 就是他们这个好的是什么地方 因为往往他们在拿出这个东西 入围了以后 可能在过程中 他慢慢会再寻找 寻找方向 往往会有的时候会脱离 就是会为了这个电影的 想象一个电影要什么样 故事情节 就去走这个方向 就是很难找到那个最初它有价值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帮他们是找到这个 就是你这样很好 不要变 你这个很多元素在里面是好的 把它放大 就这样帮他们找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我在我们公司在做的几个青年导演的这个项目的时候 其实是把目标分得很清楚的 因为有几个人呢 他们比如说有这两个人 他是走 他上来就希望自己走市场化的这个 商业的或者市场化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从他的这个角度去帮他去找这个既然是商业化的 或者既然市场化的怎么去弄 包括将来一旦弄成的话 演员是怎么搭配 将来市场怎么跟进 宣传怎么跟进 包括他在这个过程中所要遵循的这个商业类电影的这种属性 和一些模块 像编剧上的模块 一些基本的这个程序 这是一种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他上来就不想走这个 他就想走自己很作热化的路子 很有想要自己找那种特点 那么就要帮助他们走这个说行 但是呢互相不要羡慕嫉妒 就是说人家那万一呀做好了 万一呀票房成绩很好 或者那你就别嫉妒 你要干预寂寞 那么就帮他们找他们的特点 放大他们的特点 所以这是两种路子 所以每种我觉得都有 都有去 都是值得去做的 我们就做过就是把他们几个人放到一起编剧 写剧本 租一个别墅 我也在里面写我的剧本 大家一起做饭 然后一起在村里面村头散步 休息聊天 然后互相他们之间看互相的剧本 然后互相给大家提意见 然后自己再去写的过程中就是要坚守自己 你不要看了这个人的剧本 你也说他影响 而是要最后还是要回到你的自己的本出的想法里去 所以这个就是不要羡慕 说这个这个戏一旦弄成了投资可是几千万的 可能啊 你这个可能就是很低很低的成本 很穷 但是呢 你的特点是被发挥的 那那些呢 是要遵守一些 那所谓的 假如说是好莱坞的规则的那种 那么你们大家就不要互相互相忌妒 走各自的路 这样 谈不上 我觉得 在导演这个行当里 我觉得可能还不能简单的说徒弟 因为我觉得 如果说做自己 做自己喜爱的有风格的导演和作者 就应该很独立 很自己 你不如说非得有个师傅 跟着师傅一样 那就没意思 只是 你真的帮助他们去找回他们自己就行了 我觉得导演最可贵的就是 坚持有自己的东西 其实我可能还没有这个 不像社会上其他行当 经常看到有一个大团队 有一个徒弟 有一个班子 其实我觉得没必要 我觉得 比如说从我的个人来讲 我是有好多老师前辈都帮助过我 都拖过我 可是不能说有师傅徒弟 因为一定要有自己 就是师傅有师傅的特点 你也有自己的 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 再加上我觉得 我还不太习惯说带这样的 我觉得 我们也都是导演协会的人 新农计划又是导演协会自己做的 所以我觉得需要一些导师 需要一些参与是应该的 现在这样做的话 有些地方是 其实按道理说是失控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像一个导演 你有想法 首先你在剧本上已经体现出来了 我们也在剧本上 会发现你的想法所在 然后鼓励你去帮你去寻找 甚至去加强 然后再提供一些注意事项 但是真正到现场 把他们都准备好 去拍戏以后 我觉得其实除了导演 现场导演是最大 导演独大 你其他任何人 去出任何主意说什么 你就会饶乱导演 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放出去 就像那个放虎归山一样 就是真到拍了 就是他们自己的命运 你该说的也说了 该提醒也提醒了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做的两个片子 其实可能未来呈现 就两个导演不同的样子 不同的这个完成方式和完成度 对我来说我也正是爱莫能助 最多再回来以后 在比如简介啊各个方面 再去给予一些建议和帮助 如此啊 命运一定是他们的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要拿捏分寸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如果说你相信他 他如果在剧本方面和跟你沟通的时候已经显现出他的一些追求 或者一些风格和想法的话呢 就是要保护住他 那如果说你太把一些东西强加给他 让他改变他的初衷的话 其实也很危险 最后他做出来可能不是他的东西了 但是呢也确实你要完全不说呢也不行 因为他毕竟第一次做 因为以前有些导演可能做过一些短片呢 或者做过一些甚至学生作业啊 但真正到正式的设置还没有经验过 所以呢就是可能要帮助他周边的人呢 包括演员啊 包括他自己带的 比如说摄影副导演 也让他慢慢建立一个就是拍电影的这么一个 一种状态 要重视他 因为现在有些年轻导演一到拍电影 他就过度想象这个东西很了不起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这个 对自己的世界里 实际上这里面我就说有50%你得 你得放弃 你得拿出来去关照整个的生产环节 这些都是需要帮助他做到的 每个人其实不同 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对年轻导演 他当然对有些对艺术很崇尚 那往往呢就容易走进自己的世界里 我就跟他说 他实际上做导演一半是艺术 一半就是一个包工头 就是他要有很大的责任感 他要去关照一个有限的设置组 因为他这个我们条件会很有限 资金会很不足 然后各个方面很多的新人 也都是除了他的新人 还有很多的 他周边人也是刚刚可能第一次 那么大家都需要团结在一块 为一个方向去努力 所以这已经不是一个艺术创作本身了 是一个为人 是一个组织能力 是一个沟通能力 是一个你建立你的团队 让这个团队有热情 团结在一块 努力去为一个事做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需要年轻人去想 因为他们有时候可能会过度自我了 就忽略了这些东西 剩下就是其实你想好这个路径就去走 想好你的风格就去走 那么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我们电影现在行业特别红火 而且时不长的会 不管是在市场上 还在艺术领域 做着领域都会冒出一些非常好的 每年都会冒出一些尖子 那么年轻人就会着急 就会觉得自己也希望 是变成那样的一个人 我觉得这很好 这样的话就不管你是走 坐着型的路 还是走市场型的路 一定要重视 都不是很轻易的 就是现在我们经历的几个 想做市场的 其实他们遇到很大的困难 非常大 就是说好看似简单的东西 实际上一去 一琢磨一往里推进 就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他们就感受到压力 那另外这个比如作者型的也是 当你沉浸在艺术创作里 实际上呢 就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苦感 到现实里面它不是这样 有很多很多它不理解的东西 为什么这个地方不让拍啊 为什么时间这么短呢 为什么人们都不欢迎它啊 就是它各个方面东西 都会影响它的情绪 所以这个都是一种锻炼的过程 其实一开始就会遇到 因为一开始在剧本的构造上 或者在这个导演想做什么 他就已经很清楚了 就是已经分出来 那么你想走商业和市场的 将来的这个宣传和票房的这个成功 以及你的这个片子上那种 在技巧上商业上 或者结构上是不是做到 像好莱坞最好的那种商业片模板靠近 那这个就是你需要去做的 那还有一些做着行了 当然命运 其实世界上有很多电影节 非常多 有大大小小的 有国内国外的 那么你这个想法拍出来之后 有被谁接受 或者有些电影节看上 或者没看上 其实就他们的命运 你其实对我来说做不了什么 而且我也说实话 没有什么太大经验这方面 我觉得就在这样的一种 大的环境下能够做出来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因为片子这么多 它不像以前一年 好像就这么几个片子 然后大家注意力都在这上面 现在都是非常多 美国电影 各种大型的商业片什么都来 然后所以这些时候 能够让大家记住的 不管是像黑处八月这种片子 还是像市场上表现不错的 气血安身什么的 我觉得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已经是 他们只要在这个环境里 自己走出来 已经是 已经是算是佼佼者了 其实我觉得走出这一步已经很好 另外就是看 自己在未来的时候 因为别人对你有期待了以后 其实你还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更多的阻力 一方面顺利也是必然的 条件会更好 但阻力会更大 所以第二第三步确实很重要 因为每一个人都经历过 只要你想走这条路 就得咬紧牙关 想选好自己的风格以后 就咬紧牙关 不管最后是不是走到最后 是不是获得支柱 可能你的东西 已经被证明是有价值 真正的有信心 帮助他们找到了自己的本心 它的这个原动力所在的话 那我想你再往下创作 就会更好 其实现在我觉得 目前的中国这个环境 对电影的包容度还是挺大的 就是各种各样的片子 只要你在制作上稍微的好一点 或者是哪怕故事讲的完整点 其实观众还是蛮容易接受的 目前来讲 甚至如果说你票本很成功 拍的不好 大家看了 但是也可以吐槽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环境 所以其实不要去 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去追究 哪个电影像不像电影了 因为它目前这个环境 它成功 有成功的一个 它的原因就行了 我们如果说真正去回归 去讨论电影的话 可能把这都放开 不管你市场成不成 我们能不能回到 这个电影的本质上 你比如说导演协会 我相信也希望像导演协会 这样的这种 未来的导演协会的奖 明年年度奖 年度影片什么 其实我们每次都是 抛开这些 回到电影本身 对 我不是这次的评委 出评中评都不是我 那么 其实导演协会 在每年的这个 入围的这20部影片里 其实都是 风格是各异的 对 其实每年都看出来 是各异的 因为导演协会这么多人 几百个导演投票 每个人喜好 不一定是一样 同时这个 它的出入围的名单 有20几部呢 那么你 这里20几部 它容纳的东西 还是挺多的 我自己就在筹备 因为今年是 应该是一个筹备期 然后到年底 可能再进入拍摄 也在筹备自己的东西 对 也在筹备 因为我也好几年 没有拍戏 对 现在状况就是 现在是找演员 在把演员的结构起来 然后再看景 再落实景地 这些就是 基本上一个电影的 正常筹备吧 现在这个名字 就叫《地球天长》 因为曾经有些媒体 也发布过 就《地球天长》 演员还没有定 现在我正在 正在看了很多 看了很多 不管是新的 还是老的 新朋友老朋友 都在接触 现在 其实就有 但是它是 反而是放在一个 它的作者型的片子里 所以说我觉得 这些东西 我觉得现在讨论 都是基于 现在环境比较浮躁吧 大家在聊这个 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 现在老演员 也是从一开始演起的 那么只是现在 所谓的这个鲜肉 是因为这市场 太火爆了 形成了这个 应该可能形成 某一种市场的这种效应 就是都需要他们来 好像有保证有粉丝 大家都说粉丝经济啊什么 这是一个新生事物了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边去 要求和一边去希望 大家更注重内容创作 这些演员或哪怕制片人 投资人都注重这个 别来一个好像一个 粉丝量很大的小鲜肉 就万事大吉了 还是希望能多点时间 真正的投入创作 魔力演技 这样他也能成长 那那些老戏骨 老演员 其实已经身经百战了 那么 只是这个电影的环境和市场 如果更多元一点 让这些好的老戏骨 也有 也有自己的 一席之地可以去做 不是一味的去追那个 时髦的 那就我觉得就好了 可是这个目前就是一个过程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紧张的 比如说你是一个投资人 制片人 你也会 你转会想了 也得去找这个 因为它是 有可能它是你的一个 回报的保证 或者宣传效应的保证 这个东西 你要换位思考也会这样 去年就跟我接触 再加上呢 确实 其实跟上海接触也比较多 上海电影节 我也去做过评委 然后大家也经常在讨论 上海电影节 比如选片 设立一些奖项怎么办 所以这些都是还是比较熟悉的 所以我觉得新人讲 你应该是义不容辞吧 就是哪个地方 哪个电影节 哪个国家 都是需要去给一个平台 去寻找新人 新人天才 而且它是亚洲的 我觉得更好 其实我东春本身在北京 已经很多年了 只是去年在上海 上海做的一个发布 那这个呢 就用它 其实我觉得可以做很多事情 现在只是在动的这两个 是已经在做了 那还有从市场的 现在磨剧本 那包括我自己的 也都是在这个框架下去做筹备 我觉得一个导演其实 其实不应该有太多精力做很多事情 我觉得这去年已经挺太多事了 所以可能现在目前为止都会暂停一下 除了一些必要的答应好的工作去做 其他时间还是应该回来筹备自己的电影 其实就是一个 因为长期一个人拍戏嘛 就是有一个公司 然后这样的话 确实就是发展起来 去往前推动比较 有组织有形式 同时呢 也可以被迫有点压力吧 要不一个人太懒散 所以呢 就是有公司的行为 我觉得是一个帮助我去多做一些事情 同时呢 就大家也可以多去找一些人进来合作 就慢慢去做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东春是做内容 做内容 最好是比较踏实的 一步一步做内容 而且不去分说 非得做公司就得要做多大呀 就得要挣多少钱呢 上市啊 这些 那你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有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 你只能去做那个市场化很强的片子 但是我觉得如果慢慢下来 一点点做 那有可能你可以把精力 去关照一些有意思的 做热心的电影 那就像我个人一样 这么多年 其实真正能够让我走到现在的 就是有些人帮助我 去坚持走自己的路子 那如果有东春了以后呢 我希望这个公司也能够 践行这种理念 去帮一些有 可能不是那么市场化 但是却有自己 电影理想和梦想的年轻人 都没关系 那么我们就说 这个人帮助我 就会让我看看 对这个人帮助我 都不想像我 在这儿的一切 这个人帮助我 也要是新闻的 这种理念 我们可能会